考古學家在澳洲西北部的丹皮爾半島海邊 發現世界上最大的恐龍腳印化石 長度接近175公分 屬於西角類的恐龍 草食性的西角類恐龍 如迷惑龍、腕龍、梁龍等 是目前陸地上已知出現過的最巨大動物 身軀可長達34公尺 除了這個巨大的腳印外 在這塊區域還發現了其他共20個恐龍腳印 及6種肉食性恐龍的足跡 我們上次發現和超級地面的人 而在碭裏像中有ONY 但是這裡橘子吻絕了 最多大動物的四個毫無邊沖 超級地面算一種村 海浮雲 forest 卻在世界上偶爾 雙棺別與草水 相當地面有形狀 分屬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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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甲 所以你不能出發電子檢查 你必須要做得很快的時間 所以我們終於用了飛機 以及飛機的飛機研究科學生 從飛機研究科學生 來飛機研究科學生 進行飛機研究科學生 再進行飛機研究科學生 這塊區域所發現的恐龍足機化石 距今約有一億三千萬年到一億四千萬年 比在澳洲其他區域發現的恐龍化石 存在的時間更加久遠 考古學家下一步的研究重點是 利用這些數位檔案 解開這塊區域生活著哪些不同種類的恐龍 及牠們如何互動和生活在一起